冷冻胚胎移植成功几率 赵静,西安市第四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所谓的冷冻胚胎呢 就是我们在新鲜取卵周期 所获得的胚胎 那么在移植以后 多余的胚胎呢 我们就把它冻存到夜当冠内 如果我们新鲜移植周期没有怀孕 会选择解冻胚胎 来解决怀孕的问题 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呢 是因为医学的指征 比如说预防过度刺激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或者是因为子宫内膜因素 比如说内膜太薄 或者是胸腔有积液 新鲜周期呢 不合适移植 我们将获得的胚胎呢 全部的给它冻存起来 选择自然周期来进行移植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动容胚胎的移植的情况 目前呢 统计认为动容胚胎移植的 妊娠率呢 接近 甚至是超过了我们 新鲜周期的 胚胎移植的妊娠率 也能够达到50%以上 甚至呢 有中心呢 报得更高 能达到60%到70%的妊娠率 专家提示 1.冷冻胚胎是在胚胎移植后 把多余的胚胎冻存到液氮罐内 2.在新鲜移植周期没有怀孕 会选择解冻胚胎来解决怀孕问题 3.也有患者由于卵巢或子宫内膜因素 将胚胎冻存 选择自然周期移植 这是动容胚胎的移植情况 4.动容胚胎移植妊娠率 接近甚至超过新鲜周期的胚胎移植妊娠率 能够达到50%以上 3.动胎移植前 6.动胎移植前